我們來看一下那個310這一題 第一個就是在問卷調查工作表 這個工作表有沒有 不過我是覺得應該在問卷調查的工作表才對 因為這邊好像沒有的 他可能是的工作表的 好像工作表內吧 內的這個範圍出很格 所以這個的應該是把它放到這邊來 這邊加一個內 我覺得應該會比較詞答義一點點 我發現他這個出題的人 這個作文能力好像其實有在 好啦不是重點 不然的話我發現有些人看不懂題目 不是你們的問題 真的有時候在表達上面他有一點點問題 需要改進的啦 OK 那統計每一個印表機廠牌 在每個項目 怎麼都一個這個啦 出現次數就好了 加一個得幹嘛 OK 好 算了 以前可能常改作文改 改到有職業病 OK 使用conif函數 使用出生格資訊完成公式撰寫 公式不可以出現任何字串 大概有看沒有懂 最重要是conif 那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不要用剛剛的方式 用人工去算 到底這裡面有幾個A 幾個B 幾個C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我們可以先把游標放在這邊 那第一個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邊上面是A B C D有沒有 可是你看到 右邊 他的左邊這邊有A B C D的名稱 可以當成他的條件 但問題來了 上面是A B C D 可是呢 左邊這邊的資料 你看到的會是A廠牌 但是你會發現 A廠牌裡面的點他之後 奇怪裡面是放A 也就是說呢 他表面上讓你看到是A廠牌 但實際上他裡面放的其實只有A這個字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他裡面 他會顯示出A廠牌 按右鍵儲存格 內容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 制定 這個制定裡面的話呢 他就會跟你講說 原來他在這個資料 X後面呢 加上一個廠牌 所以這個廠牌其實是表面上讓你看到 但實際上他裡面放的 實際上就是那個原來的資料 就是A B C 所以他的做法就是類似像這樣 他原來應該是 假設我們這邊把它去掉 他原來應該是說他輸入A 然後A B C D Ctrl Z 一下 我乾脆把他的格式拿掉 比如按右鍵 把他的格式 那你可以用那個清除格式 這邊有個格式裡面有個 在這裡 清除在這裡 清除格式 那你會發現清除格式之後 他得到原始的狀態 那我們再到這邊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如果你要把它變成A廠牌 B廠牌的話 那實際上就是制定一下 那把它利用剛剛的方式 加一個小老鼠符號 後面再加上雙引號廠牌 這樣得到的話 那就會是這樣的結果 最後當然你可以把它自重一下 所以以後 表面上看到跟實際上不一樣 但是如果你要查詢的話 還是以裡面實際上的內容 不是表面 它表面雖然是A廠牌 但是裡面實際上是A 那如果我要算它裡面 總共出現幾次的話 哪個範圍 從B2 一直幫我算到B28 所以插入函數裡面 它有一個提示 統計類裡面有個函數 叫Count-if 所以這個Count-if 找到之後的話 按確定 那這個函數應該大家不陌生吧 這個函數我們用的蠻多的 而且你們期末報告 我希望你們多多去使用這個函數 因為這個函數真的太重要了 它可以幫你算範圍 所以Range就範圍 範圍是這個範圍 請你選擇B2 一直到B28 按Shift鍵 先點B2 按Shift鍵點B28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 你不用Count-Shift向下 原因很簡單 因為它中間很多空白 所以如果你有很多空白 它就不能選到最下面 那你必須按Shift鍵 那第二個參數的話 就是Criteria 這個是條件的意思 那你要找什麼 在這個範圍之內 請你幫我找A廠牌有幾個 那你會發現 它幫你找到有兩個 應該是沒錯啦 按確定 但問題你按確定之前 先看一下 因為我們還需要做幾件事 第一個就是說 按確定之後 我需要把這個空點怎麼樣 先向右填滿 向右填滿之後的話 再把它向下填滿 可是向右填滿跟向下填滿 還記得吧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你如果向右填滿的話 它的這個 有沒有 前面的這個叫藍號 藍號的話 B 向右一個變C 向右再一個變D 有沒有 B變C C變D 一直幫你加一個位置 那如果你向下填滿的話 它會把這個後面的數字 加一變B2變B3 B28變29 然後這個變A的31 可是你要思考 如果我向右填滿的時候 那是不是應該哪些地方要改變 哪些地方不能變 所以你向右拉的時候 理論上應該要這個藍應該要變 因為要把找的B藍 要變成C藍 所以記得在B的前面不要加前的符號 因為如果你前的符號加上去的話 那變成永遠都會固定在B OK 那後面再來的話 這個A30 特別是嗎 我如果向右拉的時候 那A會變成B B有東西嗎 B沒東西 所以記得啦 第一個一定要記得 請你把A前面一定要加前的符號 好 這樣子 然後 先做D 第一個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確定嘛 然後把它向右拉一下 如果拉的話呢 你會發現 其他的資料也都算完 都OK了 但是接下來 我要向下拉的時候 你要向下拉 你要思考幾個問題 因為呢 我只要向下拉的時候 那這個數字會變動 2 會變3 可是不對啊 這個範圍不能變嘛 所以記得喔 請你再把B2前面加前的符號 再來什麼 B28前面要加前的符號 反正就是固定在 這一列 第二列 一直到第28列這個範圍 藍可以變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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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另外的話 A藍要固定 好 那理論上應該這樣就OK了 我們來試試看 如果你怕錯的話 你可以自己再用 用肉眼 肉眼也其實蠻花時間的 好啦 反正基本上應該這樣 看起來應該是沒錯 或者說你游標點它一下 看看它這個位置是不是有變動 好像沒有 沒有錯 好 那基本上我們就完成了 第一個部分 就是用conive 幫我把這個 該計算的結果給算完 而不用人工的方法 不然如果你不會conive 底下怎麼算 哇 這麼多數字 好 第一個的話 我們把這個結果 按照它的題目要求 把它做出來了 中間不能有自竄 所以我們沒有自竄 好 第二題的話 是使用儲存格B1 B1到L1 作為類別坐標軸 與儲存格A30到L30 進行繪製什麼 含有資料標記的雷達圖 然後樣數要8 並且把產生的圖表 移動到一個新的工作表 叫雷達圖 所以喔 再來我們就是把這個 資料怎麼樣 再把它繪製成那個什麼 雷達圖 可是喔 如果你要插入 這邊有個雷達圖 我看一下雷達圖在哪邊 雷達圖的話 這邊應該會有 如果沒有的話 你可以按建議圖表 如果裡面它沒顯示雷達圖 你按建議圖表 那跟怎樣 所有圖表 這邊有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會有一個所謂的雷達圖 有這麼多圖 其中雷達圖 那我們要 含有資料標記的雷達圖 就這個 但問題你要選 圖之前 你記得要先把範圍選起來 哪些範圍 它其實有給你提示 哪個範圍 B1到L1 然後 A30到L33 所以喔 記得這兩個範圍 一個範圍在哪裡 一個範圍在 B1在這裡 有沒有 然後到L1 就這個範圍 另外一個範圍 另外一個範圍 A30 到L的33 33 這個 所以也就是說 它兩塊沒有連在一起 所以如果你要選 你不能用 之前用SHIP鍵選 如果兩個是分開 你記得一定要用Ctrl鍵選 Ctrl鍵怎麼選 記得喔 先選這邊 選完之後 按Ctrl鍵 再選下面 Ctrl鍵按住 然後選一下 OK 這樣就兩個一起選 兩個一起選之後 然後呢 接下來再插入 剛剛的那個雷達圖 那圖表部分的話 雷達圖 好像這邊 我們直接從建議圖 裡面的所有圖 好了 找到那個雷達圖 找到雷達圖 在這裡 OK 然後裡面的話 含有資料標記的雷達圖 這一個 結果好像 我看一下 按確定 結果不對 為什麼不對 我發現它給的提示 好像有點問題 我看一下 是不是說 它少了A藍 因為你會發現 它這個地方是 使用儲存格 B1到L1 可是問題 它這個是從A 這從B開始 再一次 這個可能要把A1也選進來 不然的話 A1沒選進來 好像會出錯 再一次喔 OK 它給的提示有的時候 不完全是 試試看好了 我記得這個地方 如果假設 但它有一些建議圖 你會發現 它這個建議好像給的也蠻好的 有沒有 如果你是用這種叫做 堆疊直條圖 它也可以幫你呈現出 除了數量之外 有沒有 它還有比例的問題 或者是你是這樣的話 它可以分成 四個不同的圖 讓你呈現資料 好像第一場牌 好像蠻凸顯的 然後這個的話 是透過數量加上比例 其實也可以凸顯 你可以從裡面找一個 不過今天的話 它是指定就一定要雷達圖 所以我們一定要雷達圖 這個時候雷達圖就出來了 哪一個呢 雷達圖裡面的這個才對 還有資料標記的雷達圖 然後就選哪一個 選這個就OK了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它給的提示好像有點不太正確 哪個地方 有沒有 它說使用儲存的B1到LE 所以這個地方應該把它改成A1到LE才對 不然的話 你要畫那個雷達圖 會出錯 所以A1記得要選進來 A1到LE 好那選這個就按確定 好雷達圖就出來 然後它說樣式要多少 樣式8 所以樣式呢 上面可以選樣式 哪一個是8呢 那應該1、2、3、4、5、6 應該是最後這一個 然後雷達圖 這個是樣式8 點一下 好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雷達圖 不要放在這個表格的上面 而是讓它另外再新增一個工作表 讓它放 所以按右鍵 或者是說你不用按右鍵的話 這邊有一個移動圖表 我習慣按右鍵 然後這邊有一個叫移動圖表 其實你按右鍵 跟點選上面的都可以 看各位的習慣 我個人是比較習慣用按右鍵 所以按右鍵 移動圖表 然後呢 給一個新的工作表名稱 叫做雷達圖 所以它會建一個 新的工作表 然後呢 把這個 這個雷達圖呢 就放在新的工作表裡 按確定 你會發現 它會放在原來的問卷調查結果的左邊這邊 幫你增加一個雷達圖 就獨立出來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第二題的部分 那第三題的話 理論上 就是把相關的格式改一改 那這一題基本上就OK了 但是我是建議你們這一題 其實可以做變化題 什麼樣的變化題 就我剛剛講的 插入這邊 這邊不是有個建議圖表 那我是建議你自己可以試試看 不同的圖表 它其實呈現出來的樣貌 一定也不一樣 那只是說 你想要凸顯的是哪部分 那你會發現 如果是雷達圖的話 其實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針對不同的廠牌有沒有 它的特性 馬上就可以知道說哪個月 當然你越外圈 相對的它的某部分的性能越好 各位應該有常看雜誌裡面 會做一些比較有沒有 也會類似用雷達圖來比較 但是問題雷達圖 有的時候比較 比較不OK的地方 就是說它沒辦法呈現它的數量 或者比例 所以如果將來 你假設你要的 並不是說 每個資料的比較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換成 像我剛剛提到 像什麼堆疊值條圖 或者是說你甚至 多放幾個圖 不過多放幾個圖 有一點我覺得 比較不OK的 就是說呢 它那個圖會變得 比較擁擠的感覺 有點像 哇那個大都市裡面人一堆 感覺如果你有那個什麼 就是說人群恐懼症的話 你就會覺得 哇在那邊就非常的不舒服 人太多的時候 像我是 我好像稍微有一點人群恐懼症 人太多的時候我真的不喜歡 所以我不太喜歡去大都市啦 因為人太多了 感覺就很密集 然後到處都覺得 整個就心情就會 感覺就有點浮躁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如果去到那種完全沒有人的地方 就覺得哇 好舒服 OK 最好是到完全 所以這一次為什麼挑北海道 因為北海道真的 一眼望過去 看不到半個人 尤其像我們去那個富良野的時候 出了火車站之後 發現什麼人都不見了 而且遼闊的這個平原 真的完全看不到半個人 連一條狗都沒有 真的大到一個 這個風景非常漂亮 這個也是一樣 所以你要怎麼樣去呈現 你可以自己再試試看 所以今天後面有一個練習題 我是希望各位可以想想看 用哪一種圖來呈現這個 這個會有什麼樣不同的結果出來 有沒有 那股票當然就不適合 因為這個股票拿來 可是如果用這種 如果你是用這種圖 可能你們老闆會覺得分倒 這你在幹嘛 這什麼意思 3D雖然很炫 但問題有沒有辦法呈現出你要表達的 OK 所以這個有點像 矩形結構圖 放射狀這個有點像 好像它只能表示單一的 但是它沒辦法表示四種產品的比較 所以每個每個也許你都可以把它稍微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這個症照的第二題的部分 第一題的話是COUNIF 請各位先把COUNIF部分 最重要就是說記得 那個Range裡面的B2跟B28 2跟28前面要加前的符號 那痘點A1 A前面要加前的符號 這個不要加錯了 因為你加錯結果完全不一樣 OK 所以哪個地方要加前的符號 哪個不加前的符號 這點非常重要 好 好